拆卸和更换部件 VictorSpy HP-15L游戏专用台式 电脑TG02-0XXX 如何更换侧盖 拆卸 松开T15开槽 梅花紧固螺钉 向电脑后部滑动侧盖 并将侧盖拆除 装回 将侧盖放在机箱上 以便突舌对准凹槽 将侧盖滑动到位 拧紧T15开槽 梅花紧固螺钉 如何更换黑色支架 准备工作 拆除侧盖 拆卸 卸下一颗T15开槽 梅花螺钉 提起黑色支架 并将突舌 从开口中拉出 以将其卸下 装回 将固定突舌对准开口 并滑动到位 放下黑色支架 并用一颗T15开槽 梅花螺钉固定 如何更换前边框 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 拆除侧盖和黑色支架 拆卸 松开将边框固定到机箱的三个突舌 放下前边框 拆除照明模块电缆 拆除前边框 装回 将前边框放置到位 重新连接照明模块电缆 将边框前部的开口对准 露出的接口 用三个突舌固定边框 如何更换辅助硬盘驱动器支架 准备工作 拆除侧盖 黑色支架和前边框 拆卸 从电缆导管中抽出电缆 卸下一颗T15开槽 梅花螺钉 旋转并上提 以拆卸支架 装回 将三个突舌对准开口 并放下支架 用一颗T15开槽 梅花螺钉进行固定 将电缆重新放入电缆导管中 如何更换硬盘驱动器 准备工作 拆除侧盖 黑色支架 前边框 和辅助硬盘驱动器支架 拆卸 从硬盘驱动器断开 SATA和电源线的连接 从机箱前部 卸下四颗T15开槽 梅花螺钉 将硬盘驱动器 从机箱中拉出来 并卸下 装回 将硬盘驱动器放入机箱中 以便四个螺孔对齐 用四颗T15开槽 梅花螺钉进行固定 将SATA和电源电缆 连接至硬盘驱动器 如何更换RTC电池 准备工作 拆除侧盖 黑色支架 前边框和辅助硬盘驱动器支架 拆写 使用非金属平刃工具 提起卡销 以松开RTC电池 卸下RTC电池 装回 将RTC电池 滑到卡销下方 然后向下按压 以锁置定位 如何更换供电设备 准备工作 T15开槽 梅花螺钉 按下机箱上的PSU释放突舌 并滑动供电设备 使其脱离机箱 提起供电设备并卸下 装回 将供电设备放置到 机箱上的适当位置 朝着机箱后部 滑动供电设备 直至锁定档位 装回 将供电设备固定到机箱的三颗 T15开槽 梅花螺钉 将三根电源电缆 重新连接到主板上的接口 如何更换系统风扇 准备工作 拆除侧盖 拆卸 从主板上的接口 拔掉系统风扇电缆 卸下三颗P1十字槽螺钉 将系统风扇提离机箱 并取下 装回 将系统风扇 靠在机箱的导轨上 用三颗P1十字槽螺钉 固定系统风扇 将后系统风扇电缆 重新连接到主板上的接口 如何更换机品优 准备工作 拆除侧盖 拆卸 卸下扣住位于机箱背面 用于固定风扇板的卡销的T15开槽 梅花螺钉 放下固定卡销 按压 按压将GPU固定到主板插口的控制杆 然后小心地将GPU从PCI插槽中 笔直向上提起并取出 装回 将GPU放置在主板上方 并降低到位 直至固定到PCI插槽中 提起位于机箱背面 用于固定风扇板的卡销 并安放一颗T15开槽 梅花螺钉 如何更换无线天线 准备工作 拆除侧盖 黑色指甲 前边框 和辅助硬盘驱动器指甲 拆卸 从无线烂模块上 取下塑料接口盖 并将其放在一边 以便稍后装回 小心 小心地从WLAN模块中 拔出无线天线电缆 电缆或接口损坏 会导致性能下降 用镊子或尖嘴前 断开无线天线电缆 和无线烂模块上的接口连接 卸下将天线固定到机箱的 两颗T15开槽 梅花螺钉 将电缆从后盖上的 布线路径中拔出 并取下无线天线 装回 将无线天线 放在机箱上的适当位置 将电缆穿入机箱上的 布线路径 装回将天线固定到机箱的 两颗T15开槽 梅花螺钉 将无线天线电缆 重新连接到 无线LAN模块上的接口 装回无线LAN模块上 无线天线电缆 上方的塑料接口盖 如何更换无线LAN模块 准备工作 拆除侧盖 黑色支架 前边框和辅助硬盘 驱动器支架 拆卸 从无线LAN模块上 取下塑料接口盖 并将其放在一边 以便稍后装回 小心 小心地从 WLAN模块中 拔出无线天线电缆 电缆或接口损坏 会导致性能下降 用镊子或尖嘴钳 断开无线天线电缆 与无线LAN模块上 接口的连接 卸下将无线LAN模块 固定到 主板的P0十字槽螺钉 抓住 无线LAN模块的边缘 将其从主板上的 接口中滑出来 并取下 装回 将无线LAN模块 插入主板上的接口 装回 将无线LAN模块 固定到 显示面板的 P0十字槽螺钉 将无线天线电缆 重新连接到 无线LAN模块上的接口 装回 无线LAN模块上 无线天线电缆 上方的塑料接口盖 如何更换系统内存 准备工作 拆除侧盖 黑色支架 前边框和辅助硬盘 驱动器支架 拆写 松开内存插槽两侧的卡销 提起系统内存 使其脱离 主板上的接口并卸下 装回 将系统内存 放入主板上的接口 向下按压系统内存 使其卡入到位 如何更换M.2固态驱动器 准备工作 拆除侧盖 黑色支架 前边框 和辅助硬盘 驱动器支架 拆写 线下将M.2固态驱动器 固定到主板的P0十字槽裸钉 抓住M.2固态驱动器 抓住M.2固态驱动器的两侧 将其从主板上的接口中滑出来 并取下 装回 将M.2固态驱动器插入主板上的接口 装回将M.2固态驱动器 固定到主板的P0十字槽裸钉 如何更换VGA盖 拆写 线下将VGA盖固定到机箱的两颗T10梅花裸钉 轻轻拉动以卸下VGA盖 装回 将VGA盖放在VGA输出端口上面 用两颗T10梅花裸钉固定VGA盖 如何更换HDMI盖 拆写 轻轻拉动以卸下HDMI盖 装回 将HDMI盖插入HDMI显示端口 如何更换CPU风扇和散热器组合 准备工作 拆除侧盖 拆写 拔下CPU风扇电源线 线下将散热器固定到 主板的四颗T15开槽 梅花裸钉 在完全松开之前 部分松开每个裸钉 注意 在松开其他裸钉之前 完全松开一个裸钉 可能会导致散热器裸钉锁定到位 提起散热器 使其脱离主板并取下 装回 注意 更换散热器前 应先更换散热膏 应在每次更换散热器时 去掉散热膏 使用酒精和软布 或酒精棉签 清除散热器和处理器上的 所有散热膏 使用散热膏涂抹器 将散热膏涂抹到处理器上 将散热器放置到主板上的合适位置 将四颗T15开槽 梅花螺钉中的每一颗部分固定 然后完全拧紧 以将散热器和风扇组合固定到位 重新连接CPU风扇电源线 如何更换CPU 准备工作 拆卸侧盖及CPU风扇和散热器组合 拆卸 按下锁定杆 并将其从卡销上滑开 然后将其从主板上提起取下 提起保护板 小心地提起并取下CPU 装回 注意 注意 CPU对齐三角形标记在保护板 和CPU上 比照对齐三角形 将CPU轻轻放到CPU插口中的正确位置 放下保护板 将CPU固定到位 方法是放下锁定杆 并将其固定到卡销的下面 如何更换主板 准备工作 拆除侧盖 黑色支甲 前边框 辅助硬盘驱动器支甲 硬盘驱动器 RTC电池 系统风扇 GPU 无线天线 无线LAN模块 系统内存 M.2 SSD VGIN盖 HDMI盖 CPU风扇和散热器组合 CPU 拆写 从主板上断开 以下电缆的连接 三根电源电缆 Theta驱动器电缆 Theta电源线 线下将主板固定到机箱的 七颗T15开槽 梅花螺钉 小心 从机箱上拆下主板时 要小心操作 外部接口与机箱后部的开口 紧密贴合 轻轻提起主板 将其从机箱中取出 装回 将外部接口插入 机箱后部的开口 并将主板放到机箱上的适当位置 装回将主板固定到机箱的 七颗T15开槽 梅花螺钉 将以下电缆重新连接到主板 三根电源电缆 Theta驱动器电缆 Theta电源线 如何更换前边框挡板 准备工作 拆除侧盖 黑色支架和前边框 拆卸 将照明模块电缆 从电缆导管中拔出来 松开 松开将挡板固定到前边框的五个突舌 拆除前边框挡板 装回 将前边框挡板放入前边框的凹槽中 并向下按压 直到其锁定到位 将照明模块电缆 穿过电缆导管 如何更换照明模块 准备工作 拆除侧盖 黑色支架 前边框 和前边框挡板 拆卸 卸下四颗T15梅花螺钉 松开用于固定照明模块的三个夹子 卸下照明模块 装回 将照明模块放到前边框上 向下按加紧三个夹子 用四颗T15梅花螺钉进行固定 在我们的HP支持优酷频道上 提供了更多有帮助的视频